圣经诗篇第七篇 耶和说我的神啊 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 将我救拔出来 恐怕他们将狮子撕裂我 甚至撕碎没有人答救 耶和说我的神啊 我若行了这事 若有罪孽在我手里 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 就任憑仇敌追赶我 直到追赶 将我的生命搭在旗下 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 耶和说求你在老中起来 挺身而立 抵挡我敌人的暴露 求你为我兴起 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 愿众民的回环绕你 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 耶和说向众民施行审判 耶和说求你按我的公义 和我心中的信正判断我 愿恶人的恶断绝 愿你建立异人 因为公义的神 察验人的心肠肺 神是我的盾牌 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 若有人不回头 他的刀必磨快 功必尚缘 预备妥当了 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 他所射的是火箭 是看恶人因姦沐而驱怒 所坏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虚假 他挖了坑 又挖心了 竟吊在自己所挖的坑里 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腦袋上 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清謝他 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经文读笔 愿上帝赐福他自己的华